是 什么人啊 沈大人 此人不知是何原因 擅闯本地 属下们 郡主 杨侍卫已经到了 沈某有一事不明 还望尽主赐江 你说 你的事不 为何会知道我的落脚点 杨侍 回沈大人的话 沈大人此来江州 是为了抓捕要贩云翼 云翼藏匿在江州城中 沈大人便故意在城中 开了一道缺口 引云翼出城 于城外伏击 抓捕要贩后 和山路而行 在金陵卫的落脚点 落脚 郡主的侍卫伸手了得 竟能将我金陵卫的情报 打探得如此清楚啊 我如此注重沈大人 你的一举一动 我当然了然于心了 江州城外 郡主 呈彻尔了 也并非偶然之举吧 相遇虽非偶然 但是嘛 这世上总有很多事情 是意料之外的 对不对 沈大人 郡主费尽心机 要与金陵卫同行 目的何在啊 目的 自然是为了沈宴沈大人啊 我这个 我这个 为了沈大人 像这样 我这 都愣着干什么呀 收拾行李去 好好好 大人 你先回房休息 等一下 我们君主喜欢这间 我们要住这间 这一直是我们沈大人的房间 那个呀 是我的房间 这个大的啊 是我们兄弟们就请其办案的地方 你们要住啊 就住那间吗 我不管 我们君主喜欢这间 我们就要住这间 你 大人 他不讲道理 我们走 我们一走 林毕 你看 这空气可真好 这空气可真好 你们这边 我们这边 我还想好 你你 我还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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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还想好 我还想好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郡主 你看看 背后偷偷摸摸 肯定没说什么好话 别乱说 沈大人对本郡主 肯定就是一见倾心 刚才那么说 就是不好意思 这长老郡主 真是非必寻常 罗小齐 您刚才说什么呢 大胆罗烦 竟敢对郡主不敬以下犯上 您可知对啊 话是我说的 就请郡主不要为难旁人 郡主 这话不是大人说的 是我 话说的是事实 怎么了 没关系 大人与众不同 冒犯的话旁人说不得 你可以 只是下一次 你可以私下跟我说 郡主 都别愣着了 开干什么干什么去 郡主 刚才那个沈宴 分明就是有心包庇下属 她这郡主的颜面于不顾 郡主为什么不追究啊 方才 你可瞧见沈大人的神情啊 什么神情啊 她笑了 她 笑了 沈大人一笑值千金 本郡主还有什么可计较的 不计较 不计较 这屋子 这屋子又小又破 您不计较 还有这个床 这床 又脏又硬又破 还犯着潮 你也不计较 这个门 这门也都漏封了 您还是不计较 郡主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啊 那个沈宴可好 她每次见到咱们 觉得咱们拖累她了 她连个好脸色都不给咱们了 灵逼 灵逼真就是不明白了 为什么郡主偏要跟着沈宴 跑到这个荒野之地 遭人白眼 傻丫头 你气什么呀 我既然来此就做了盘算 你知道 那些才子佳人的爱情桥段里 写得再怎么花样百出 终究逃不过哪三招 灵逼不知 天时 地利 机缘巧合 如今呢 我与沈大人同行同住 已然占了地利的机会 这净水楼台仙得月 本郡主要好好规划一份 将沈宴拿下 终究选 请 终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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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都几日了 这长老郡主怎么还隐魂不散呢 你说都生病了 还跟着咱们 不过大人 郡主 你说 他虽然脾气是差了点 这人只要长得是花容约貌 郡主 你说寒了 这山路还挺难走的 咱们回去吧 我说了不回去 快点 你说哪天 万一你把持不住了 你这一失足 成了千古恨 你说到时候兄弟们 郡主还是请回吧 怎么了 舍不得我了 风寒会传染的 腿长在本郡主身上 我想去哪儿 你管得着吗 随你 罗帆 走 郡主 你干润什么 别问我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追啊 舍 郡主 舍啊 舍 郡主怎么了 他 他 谁呀 你押到我都 我晕了 本郡主 刚才一定是被毒蛇所生 可怕命不求也 郡主 勇猛无比 何必诬陷一条草蛇呢 你跟着我 看见了 本郡主找了你很久 现在这身上 一点力气都没了 如果你再敢逃走的话 我就去集市上摆个汤 卖你的腰牌 千护大人的腰牌 应该值不少钱吧 郡主就不怕触犯律法 与庶民同罪 有道理啊 那我换一个喽 我命人把这一百二十八号的腰牌 多刻几个 扔到集市上去 到时候 精灵夜行多如狗 千护大人遍地走 岂不是很好玩 手完了 没有 你若再不老实 我就把你扔下去 如果不是 成熊 你把你扔下去 让我扔下 你扔下 拿下 他放下 你算了 老实 我都不护眼 也不是 你你扔下 你扔下 多少 沈大人自有她的魅力 你虽瞧不出 可我却为之轻倒 你轻倒的倒也是容易啊 杯血浆汤给郡主取取寒 是 沈大人 沈大人留步 山雨寒凉 还是撑个伞避一避吧 可是这伞 好像坏了 郡主既知山雨寒凉 便清无休休 沈某还要睡前走了 拿着 冲大雨大 不如随我回联络处 喝上一杯啊 是林子 什么走来走去都一样啊 沈爺也不知道跑哪儿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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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方才的雨 進度可是還沒淋夠 還要再出去冷靜我去 手 拿開 沈彦 我是看你浑身都淋了雨 这样啊 容易含邪入体 患失温之症 所以这都是为了你好 郡主还学过医术 皮毛了 不足挂痴 我以前在江州闲暇的时候呢 也胡乱拜过几个师傅 反正这一路上日子还很长 本郡主的过人之处 沈大人可以慢慢了解 这浊屋虽小 倒也不至于狭促到这种地方 床铺在这儿 郡主还是早些休息吧 老实点 老实点 我是个病人 生病了 就早点睡 我就在这儿 我一定睡觉呢 我那天早就睡觉了 我会在这儿 你也会在这儿 还要去睡觉 我应该去睡觉了 还要去睡觉吗 你睡觉了 你睡觉了 我睡觉了 你睡觉了 我睡觉了 沈某自幼 不惜与生人打搅斗 郡主不记得我 谁说正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